我和周靖结婚的时候一无所有 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那时候我太年轻 相信有情盈水宝 所以周家没花一分钱彩礼就把我取进了门 我甚至还被自己不沾同袖的爱情观感动了 周靖家在农村 家里有三个妹妹 都没读完初中 大妹还是小学文化 周靖考上大学后 成为一家人的希望 他父母说以后一家人能不能过得好 就全指望周靖了 我家在城里 上面有一个姐姐 姐姐已婚 离我爸妈家挺近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姐姐经常寄钱给我 让我吃好点别委屈自己 我和周靖同系 他比我高一级 我们在老乡会上相识 后来又见了几次面 互相产生了好感 那时周靖家里几乎不给他生活费 他的生活来源就是贫困补助金 以及他在学校超市勤工减学的工资 看他那么高的个子 却那么瘦 我有点心疼 于是吃饭的时候 宁愿自己吃差点 也要把省下来的饭票送给他 想着不要让他饿肚子 爱情就是这样 毫不讲理 因为我送给他的饭票 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还记得那些花钱月下的日子 周靖曾信誓淡淡地跟我说 你对我这么好 我最爱的人是你 奇奇 可是结婚后发生的一桩又一桩的事情 让我确信一件事 周靖最爱的不是我 也不是他自己 而是他妈 安尔 都说结婚前脑子里浸的水 就是结婚后婚姻不幸福流出的眼泪 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婚后流的泪 的确是当初脑子里浸水浸多了 租房结婚 家图四壁 我不觉得委屈 因为周靖告诉我 他欠我的一切 以后都会慢慢给我 结婚初期 在我眼里 我婆婆就是一个特别老实的农村妇女 除了不太会做饭 把家里搞得一团糟之外 他憨厚勤俭 没有是非 和村里那些爱讲人长短的老太太大有不同 结婚半年 我怀孕了 拿到孕检结果的第十天 周靖吞吞吐吐吐告诉我 他要去重庆发展 我惊一地下巴差点掉下来 问他为什么 他说要给我更好的生活 我们这边工资低 靠事业单位那点工资 牛年马月 能挣到钱买房子 我承认他说的是事实 可当时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刚结婚半年 他就要扔下我和肚子里的宝宝 停心留职出远门 我对此无法接受 可是没办法 周靖向我保证 他一定会时常念着我 会经常给我打电话 不让我太孤单 他说 齐齐 我都是为了你和咱们的孩子 你想想 你愿意让孩子和我们住出租房吗 理由充分 我没有再阻拦他 就这样让他扑腾着翅膀飞到了距我800公里的城市 三 我怀孕期间 周靖说 回来一次花费太多 不如把钱寄给我 让我买点营养品 我一个人上班 一个人回到出租房里做饭 一个人去医院做孕检 一个人忍受翻天覆地的孕吐 一个人孤单地和肚子里的宝宝说话 公婆家距离城里只有25公里 我怀孕前几个月 婆婆没有来看过我一次 直到我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公婆一起来了城里 我以为他们会对我嘘寒问暖 没想到 婆婆屁股刚挨着凳子 就跟我说了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话 齐齐 查过肚子里孩子是男是女 我一听就来气 这是什么意思 男孩女孩不都一样吗 于是我说 没查 查那干啥 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婆婆站起来摸了摸我的肚子 说 要不我带你去咱们镇上 找个相熟的医生做个B超 看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如果是女孩 就别要了 我像被蝎子折了似的 问她为什么 她说 咱家你也知道 周静是毒苗 肯定我们是要个男孩的 这样才好传宗接代 如果生下来是个女孩 就不好办了 不如早做打算 提前做了 我一直以为老实憨厚的婆婆 不会像别的农村老太太那样 重男轻女 不讲道理 可是她说出的话 让我如同掉入冰窖 我浑身颤抖着 告诉她 妈 谢谢你为我操心 不管我生男生女 我都要生下来 你不用费心了 那不行 我们周家只要孙子 婆婆叫喊道 哎行不行 我的肚子 我还说了不算 说完 我气呼呼的出门 去了附近一个朋友家 把老两口晾在那里 让他们好好反思一下 四 当晚 周静打电话给我 第一句就是 琪琪 你今天太过分了 我一听 就知道婆婆先我一步 向周静告状了 我冷冷的问她 我怎么过分了 周静说 哪有你这么做媳妇的 我今天明确地告诉你 你和我结婚 给我做媳妇 首当其冲 是孝道 要孝顺我的父母 任何情况下 都要听我父母的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孝道 对啊 谁不孝顺了 结婚后 我从没和公婆红过脸 每个月买肉买菜回去看望他们 我也懂百善孝为先 可是让我在任何情况下 都听公婆的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我还没说话呢 周静又说 我妈今天跟你不就说了 要男孩吗 她说带你去做个B超 有什么不行 你不知道我三代单传 我总算明白了 原来周静也想要个男孩 我心情不好 冷冷地说 生男生女 是我能决定的 还不是靠你 让你妈别再跟我提 还女孩就打胎的事情 她自己不是女的 我们家就要男孩 让你妈去给你捡个男孩 说完我挂了电话 泪流满面 我真没想到 自己一心一爱的男人 竟会因为怀孕这点事对我大动肝火 理由之一还是要无条件孝顺他妈 哪怕他妈是错的 那晚我辗转难眠 心想 若是真的生个女孩 他们一家人都不乐意 大不了离婚 离婚谁怕谁 无 从那以后 公婆再也没来看过我一次 我大肤偏偏的时候已经无法正常上班 只好请假住到我爸妈家 有我妈妈尽心照顾我 在我养胎期间 婆婆给我打来一次电话 电话里说 我不去做胎儿性别鉴定 可以 但若是生了女儿 就放到村里 她给养着 不用上户口 然后让我再生一个男孩 听完 我回了一句 我已经查了 我肚子里怀的就是一个女孩 但是我明确告诉你 我不会再生二胎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那天 气得我饭都吃不下去 分娩的前十天 周静终于回来了 我以为她回来 首先是来看她即将临产的老婆的 直到她拿出一袋小米 我问她哪来的 她说是从家里拿来的 我才知道 她先回去看了她妈 我问她 为什么不先来看我 周静意正此言地说 她离家这么久 回来肯定要第一个看自己妈呀 毕竟 做人要懂得笑道 又是笑道 我不是蛮不讲理的女人 也不是不让她尽笑 可我就不能理解了 明明知道我马上就临产 为什么就那么放心 不能先来看看我 而是绕过我 先回去看看她父母 我把这些不夸压在了心底 因为我明白 一个男人如果连父母都不孝顺 就是食恶不赦之人 还怎么指望她对别人好 我潜意识地把我归到了周静的别人一栏 几天后 我顺产生下了儿子 等在产房外的婆婆一看 是个男保 顿时心花怒放 一叠声地说 胖小子 胖小子 而躺在手术床上的我 他们家人竟然无人过问一声 我妈妈心疼我 一直抹着泪陪在我身边 说我受罪了 我抢言欢笑跟我妈说 哪里是受罪 我这不是好好的 周静那些天欢天喜地 给我沙鸡炖汤 学着给我做蛋羹 可每每吃着她亲手为我做的月子餐 我没有丝毫幸福的感觉 相反 心里很难过 六 婆婆这么喜欢孙子 却只是嘴巴上喜欢 实际上没帮我带过一天 儿子还是在我爸妈的帮忙下慢慢长大了 周静依然在外地发展 而且事业越来越好 我们买了房子 过上了理想中的有房的日子 只是依然两地分居 儿子上初一的时候 周静回来又买了一套房子 说是房产投资 我也没往别处想 公婆年纪也慢慢大了 四年前 公共因心肌梗塞离世 家里只剩下了婆婆一个人 周静让我常回家看看她妈 我说没问题 毕竟我也知道为人妇要照顾和赡养老人 从那以后 我一有时间就会农村去看望婆婆 给她做几顿饭 洗洗衣服 去年 婆婆突然中风 从医院出来后半个身子不能动了 需要坐轮椅 周静安置好家里一切后跟我提要求 让我辞去工作 一心一意地照顾婆婆 我当时就急了 说 不行 儿子现在正上初三 面临中考 再说 我事业编制的工作 哪能说辞就辞 周静瞥我一眼 你也不算算你能挣几个钱 吃不饱饿不死的工作有什么 我的钱还不够你花 再说 我妈现在身体行动不便 你作为儿媳 理所应当贴身服饰 没有商量 儿子可以助校 你抽空回城里看看她就行了 看她语气强硬 我也很气愤 你妈只生了你一个吗 你三个妹妹呢 她们不能照顾你妈 再说 她们都在农村离家近 很方便 想让我辞职 不可能 周静一看我和她掰扯出她三个妹妹 吐了一口烟圈说 你这个城里的大小姐难道不知道 在我们农村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我是儿子 赡养父母当然是我的责任 你跟了我 就要跟着我尽孝 你不辞职难道让我辞职 你挣的那点钱能养家 我不想和她吵 我觉得很累 我也不想做一个不懂孝道的恶媳妇 于是我跟她商量 让她妈住到城里来 我来照顾 周静勉强同意了 七 婆婆住到我城里的家里后 我变得像一只陀螺 每天上下班都跟打仗一样 下了班买菜做饭洗衣拖地 儿子学业正紧 我要照顾她的心情和一日三餐 还要督促她的学习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婆婆动不动就拉到裤子上 我要扔到衣服 她坚持不让 非要让我去洗 我忍着恶心洗衣服的时候 心里真的很恨周静 凭什么婆婆生了四个孩子 现在不能动了 却要让我这个做儿媳的一个人伺候 一次给婆婆擦洗身体的时候 婆婆故意手一伸 打翻了我放在床边的水盆 顿时一盆水倾倒在地板上 我气得口不择言 妈 你就不能小心点 我这地板是石木的 进不得水 婆婆哼了一声 有什么金贵的 这房子还不是我儿子买的 我懒得跟她计较 晚上 我听到婆婆在房间里打电话 一听话音 就知道是打给周静的 啊 你这媳妇不行啊 你妈现在是废人了 要看你媳妇的脸色 你是怎么管教媳妇的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 可你倒好 任由你媳妇欺负我一个老婆子 你妈活不了了 临睡前 果然 周静的电话打来了 齐齐 我不在家 你欺负我妈了 做人要善良 我怎么欺负你妈了 你妈又恶人先告状 周静的声音冷冷的 齐齐 你最好尽到你做儿媳妇的本分 赡养老人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也有儿子 难道你希望你未来的儿媳妇 也像你这样对待你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好好服侍我妈 如果你做不到 我们就就怎样 我追问 后面那句话 周静咽了回去 八 之前的事情我虽心有不满 但我还没想到离婚 周静孝顺他妈虽然有些过分 但我为了维持一个完整的家 还是尽量忍耐 毕竟周静会和我过一辈子 而他妈不会陪我到老 直到一根轻飘飘的稻草 彻底压垮了我的婚姻 我们买的第二套房子一直闲置着 我的想法是等儿子大学毕业后 若儿子落脚在其他城市 就把这套房子卖了天前给儿子买房 可是有一天 婆婆跟我下命令 让我把新房子钥匙给他 我问他要钥匙干嘛 他说 我大姑子的儿子考上了城里的初衷 他要来城里陪读 大姑子的老公早些年得林八哀去世了 大姑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娃 现在他有难 我们必须帮他 这套房子就送给大姑子 让他和两个娃儿住 一个农村老太太 居然知道的还挺多 他跟我说 我已经跟周静说好了 等周静回来了 就去把房子过户到你大妹名下 我气得腿都发软 凭什么 凭什么我的房子一毛钱 不要白送给大姑子 就因为他死了老公 我就得可怜他 这世上还有理吗 我一肚子的气 斩钉截铁地告诉婆婆 这不可能 你女儿哪怕住到大街上 我也不会把房子白送给他 你们想多了 婆婆摇着轮椅到我面前 冷笑一声 可能不可能不是你说了算 房子是我儿子买的 我让他给他妹 他就得听我的 当着我的面 婆婆打电话给周静 然后一脸幸灾乐祸地把手机递给我 让我接听 电话里传来周静的声音 齐齐 你把钥匙给妈 我妹又不是外人 不就是一套房子吗 只要妈高兴 我挣了钱再买一套 咱们那房价便宜 做人要懂得笑道 不要违逆老人 我冲话筒吼了一句 周静 赶紧滚回来把你妈接走 离婚 九 几天后 周静一脸阴沉地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跟我要新房钥匙 我把家里的钥匙和新房钥匙放在一起 问他到底要哪一把 他愣了一下 你还真要离婚 我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他 冷冷地说 离婚 周静看了一眼离婚协议书 暴跳如雷 儿子跟你 你疯了吧 儿子可是我周家的独苗 离婚可以 房子一人一套也可以 儿子必须跟我 婆婆在旁边也跟着煽风点火 说我趁周静不在家经常虐待他 说我没一点人情味 说我给他吃冷饭 说有一天在窗口看见我和一个男人在小区行为举止暧昧 我真是呵呵了 当着我的面给我扣屎盆子 这就是我端屎倒尿照顾了这么久的婆婆 周静孝顺他妈我管不着 我只知道和一个余孝的老公离婚 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 周静不同意协议离婚 最终我们闹上了法庭 法庭审理结果如我所愿 两套房子都归我 儿子我抚养 周静每月给2000元抚养费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其实 早在一个月前 我就花重金请了私家调查员 轻易就弄清楚了周静在重庆开的公司 已经进入资金链断裂状态 他负债累累 怎么还有能力抚养孩子 另外 他在重庆的小三也浮出水面 刚好为他净身出户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做了15年夫妻 我原本想着给他留一套房子 不至于让自己显得太无情 可是周静不领情 非要闹上法庭 这样的结果也许他也始料未及 离婚那天刚好是我和周静的15年结婚纪念日 这个日子的确有点讽刺 没有红酒 没有礼物 有的只是离婚证 讽刺归讽刺 我可以庆幸的是 自己终于快刀斩乱麻 与于校老公分道扬镳 我确信 百山笑为先 但是没有底线的于校 只能让人心灰意冷 我更加确信 走出泥沼 未来可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